好 同志们 看这儿啊 笑一笑 笑一笑 我喊一 二 苏师傅 你怎么了 哪儿不舒服呀 没事 苏师傅 麻烦你了 这是我在咱们幸福镇 最后一次照相 交给你我放心哪 你放心 我一定排好 来 一 二 三 爸 还有 老婆 老婆 结果出来了 那我是蓝尾炎 爸 你说你不舒服 你怎么不早说呢 这蓝尾炎也不是什么大病 那我什么时候能出院 你还想着出院呢 这得手术啊 手术 我那照相馆怎么办呢 你放心吧 我请假了 照相馆啊 我帮你盯着 你会照相馆啊 你会照相啊 那个样跟我去缴费去 你歇着啊 照相我是不会 但是我保证 等你出院以后啊 这照相馆的生意 会有起色 你不信啊 你不信啊 不信咱们可以打赌啊 如果我说到做不到的话 那以后照相馆的意见 我坚决不参与 行 那就试试吧 来啊 胡掌柜 你说你姓啥不好啊 非得姓胡 胡掌柜 那我还给你姓啊 苏掌柜 这蓝尾炎恢复期 怎么也得要一个礼拜 美鳳 你那边工作那么忙 要我说 照相馆要不关几天 反正声音又不好 也是 其实没有必要硬撑着 是广播站单位 你不管了 不是还有你吗 嫁我已经请好了 老夫书记这两天离任 新夫书记还没来 估计机关上下不太安宁 陈彦 这个时候考虑你了 你真的打算 把广播站让我一个人管啊 你可以试试啊 我觉得你没有问题 淳于 这里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我呢 准备重新打理一下照相馆 重新打理啊 你们都在这儿呢 到底谁病了 有你什么事啊 没仗你算账呢 你怎么欺负我姐了 我怎么就欺负你姐了 是春玉误 误会我了 误会你个屁 你要不把我姐逼急了 她能这样吗 呀 哎呀 行啊 这样不合适 这要不合适 春玉 你们先走吧 走吧 你给我等着啊 她到底谁病了 你爸得了美颜了 需要做一个小手术 那我赶紧去看看 别 她现在在休息呢 别打扰她了 海生 我问你个事 你是不是做对不起 春玉的事了 误会啊 完全是误会 春玉以为我跟别人好上了 我在这家 做了十几年的上门女婿了 这家里人对我像亲人一样 你说我要是做了这样的事情 我还算是个人吗 你也别急 我觉得春玉现在呢 正在气头上 让她冷静冷静 你呢 少说多做 做些让他们全家 感动的事情 感动的事 怎么感动 眼下有一个机会啊 感动的事 就是 在哪儿 Tok 真的 nothing 我去 我的手术都做完了 什么时候能出院吗 他得留院观察观察呢 观察什么样子 您今天排气了吗 排气 排什么气啊 就是放屁 放屁干吗呀 您坐这儿腹部手术 那排气就是证明 长套畅通了 您就快好了 我照相馆那么多事 小胡在那儿我还不放心 我哪有心思 那可不行啊 您必须得放松才能排气 我也想放松啊 可是 可是没见人护美凤是吧 爸 您这到底是电气照相馆呢 还是电气护美凤了 说什么呢 您要来了 感情怎么样了 好错了 来了 我知道来了呀 屁 神要啊 不许看啊 不要 快到了 油坎儿小心 画过来 哎 好喽 你可以这样啦 走呀 走呀 变样了 原来就知道掉颜色了 你看我现在画颜色 多清爽吧 今天特别流行颜色 爸你回来了 你看看 全电动了 你再看这画面 云里屋里 跟真的似的 您瞅瞅这个 这海水感觉要蹦出来了 多好 我原来那个木骨呢 要我给您扔了一下 发了不少钱吧 怎么也不跟我商量商量啊 那跟你商量了你就能同意啊 爸 这些东西可都是美凤姐亲自去弄的 但是白天跑材料 晚上叮装修 没日没夜 就为这个事操碎了心脑的事 上下下 别说这些了 老苏我问你 你对这些满不满意吧 还可以嘛 但是是不是不太实在了 什么就不实在了 那拍照就有创作 又不是生活 这越美越好啊肯定是 肯定是花了不少钱了 不太值啊 什么值不值的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这些了啊 我看清楚了 我就是一个费力不讨好 没有 没有 爸 您看您这话就说过了 这些东西都是美凤姐亲手做的 没花什么钱 就为给您一个惊喜 爸 非常漂亮啊 这湖美凤真厉害 瞧不声息的啊 就把这儿焕然异新了 十毛 漂亮 你觉得弄成这个样子好看吗 那那那 老土了吧啊 社会在发展时待在进步 那四个现代化还要实现呢 花不少钱吧 我一看就知道啊 绝对是下血本的 那这个 是花了咱们家的钱 还他自己的钱呢 这个你就别问了 怎么能不问呢 他因为外人 凭什么用咱们家的钱 这有问题啊 要说有问题 你有问题 你 啊 你 diseases 蓝的跟你说 中文字幕 李宗盛